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之一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游戏价开始回落 在中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选择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大家晚上好 我是谢云颖 10月31号我们报道了 十几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长 不约而同地赶到广东茂名 去寻找他们陷入传销组织的孩子们 那么这其中就包括来自湖北前江的七贤伦 她24岁的女儿七娟娟 本来是在哈尔滨的一所学校里面 当英文老师 在今年暑假的时候被人骗到了茂名 从此就下落不明 那么在10月7号这一天 心急如焚的七贤伦 七贤伦是千里迢迢来到茂名 寻找她失踪的女儿 可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 而且又没有一丁点的线索 这样的寻找 毫无疑问有点像大海捞针 是啊 不过在我们节目播出没有两天的时间 七贤伦就给我们的记者打来电话了 说她得到了七娟娟的消息 那么这回七贤伦能不能找到她的女儿呢 我们的记者再次赶往了茂名来看一下 11月2号一大早 七贤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她没想到打来电话的正是她的女儿七娟娟 我当时说爸我已经到深圳了 我当时肯定有点不相信 这个电话并没有让七贤伦感到欣喜 因为在七贤伦看来 这不过是女儿让她来牧民找人的又一个借口 之前女儿也曾给七贤伦打来过类似的电话 一会儿说去了青岛 一会儿又说在湛江 七贤伦认为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谎话 你比如说我那女儿当时聘我 就说到青岛去出差 说的就是从茂名乘飞机到青岛去的 懂得产业人的茂名是没有飞机产的 那么女儿这次来电话 说是在深圳是否又是一个谎言呢 如果不是 明明陷入了茂名的传销组织 女儿怎么会突然去了深圳呢 回想二十多天的艰难巡女经历 回想一次又一次线索的中断 女儿的这个电话 让七贤伦再次陷入焦虑和不安之中 十月二十四号深夜 在广东省茂名市的这家小旅馆里 记得见到了来自湖北前江的七贤伦 她来这里寻找她的女儿七娟娟 她叫张军泰来自河南 她来这里找她十九岁的女儿张小颖 同样是在七贤伦住的这家旅馆 我们还见到了其他几位来寻找孩子的家长 他们来到茂名都已经十几天了 但至今仍然一无所获 这些家长告诉记者 来找孩子的不幸福 其他的家长分散住在茂名市区的其他地人 加上他们总共有十多个人 那么这些家长为什么都不约儿童的来到广东茂名找人呢 七贤伦告诉记者 今年暑假结束后 女儿被她的一个同学邀约到广东茂名 说在一家国企工作 但女儿到茂名后不久 七贤伦就感觉她有些反常 10月7号 七贤伦赶紧买了火车票赶到了茂名 但是当七贤伦找到女儿提供的工作地址时 了解到的情况让她大声一声 那个门卫说我们这个产部 我们这个司法总部没有向外界照过工 没有这么回事 女儿到底在茂名做什么呢 究竟怎样才能找到女儿 七贤伦首先想到的是向警方报案 但是从警方那里得到的反馈信息 让七贤伦大吃一惊 她就跟我说 你这个案件是传销的 正是在茂名市打击传销办公室 七贤伦创造了全国各地 来这里找孩子的家长们 从这以后 家长们每天都会三两个人一起 分头在茂名市的小区公园街道 四处奔走群长 七贤伦和其他家长 有时也会跟随茂名工商局 打船队一起行动 这些窝点里 不仅没有找到他们的孩子 传销窝点的情景 让家长们更加担心 而来自河南的家长张军泰 接到的这条短信 更是让这些家长们不反而立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 茂名市工商公安等相关的执法部门 对非法传销窝点 进行了多次不间断的侵律打击 端掉了数十个非法传销窝点 抓获非法传销人员数百名 但是除了来自河南的小影和湖北的小娇之外 包括七贤伦的女儿七军军在内 六个失踪的孩子依然没有找到 对走街串巷找不到 跟着这个执法部门冲进传销窝点 还是找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 七贤伦和其他几位孩子的家长的心 揪的就越来越紧 他们也害怕打草惊蛇之后 传销组织会不会把他们孩子转移走 那么今后这样希望就更加的渺茫了 他们的担心会不会真的变成现实 一起来看一下 11月1号也就是我们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 茂名市相关执法部门再次对非法传销窝点 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这次在被端掉的窝点中 七贤伦并没有找到她的女儿 但是让七贤伦没有想到的是 11月2号一大早 女儿居然突然给她打了电话 说她在深圳 但是我还有点欢迎 我说你究竟在哪 她说在深圳 我说深圳 深圳不要紧 深圳我那边有 有个熟人吧 这个熟人就是在我来找她的 西贤伦 结实的那个小镇 镇飞 那就行了了 西贤伦所说的郑飞 就是她来冒名找她的女朋友时 碰到了并结识的西贤伦 10月26号 郑飞救出她的女朋友后 就回到了深圳 西贤伦赶紧让郑飞和女儿联络 在半个小时左右 把郑飞就与她结成头了 打个电话过来 我这人在心里踏实 那边还传了消息说 不仅是西贤伦的女儿 另外还有被骗入传销组织的两位湖北女孩 也在深圳 西贤伦迅速向当地打传部门 报告了这个消息 11月2号中午 茂名市工商公安的相关工作人员 和西贤伦等几位家长一起 迅速赶往深圳 当天下午6点多钟 家长们在深圳福田区 首先找到了来自湖北的女孩小银 此后家长们又在这间出租屋里 找到了七贤伦的女儿 七娟娟和骗七娟娟去茂名的东雪侠 他们事先被郑飞接到了这里 这些女孩是怎么被骗到茂名加入传销组织的 在传销组织里又经历了什么 最后怎么会来到深圳 怎么会这么亲密的摆脱传销组织控制的呢 七娟娟告诉记者 两年前她大专毕业后 一直在当地一家学校担任应语老师 今年的9月中旬 七娟娟接到了高中同学董雪霞的电话 说莫名实话这边有一个行政助理的工作 说挺好的一个培训期是2000 转阵之后是2500 我当时因为这么没有工作 然后她就跟我讲过说这些 她就心动了 考虑是同学介绍 有刚刚辞去教师的工作 七娟娟没有想太多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 9月17号就坐火车来到了茂名 之后的几天 同学董雪霞告诉七娟娟 先熟悉熟悉环境 然后带着她在茂名四处游览 直到第四天 七娟娟才参加了一个面试 并被告知已经被茂名实话录取了 但是在七娟娟回到住的地方时 却发现所有的事情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她的同学董雪霞还趁机骗到了她的手机 她那时候就说 你把你手机那张 我的体育挺好玩的 把游戏机叫我玩笑 我说你拿去吧 没有防备意识给她 这个时候一个男生告诉她 他们是在做连锁销售 之前所说的茂名实话的工作也是假的 你也知道个什么情况 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也就是说你之前 你朋友跟你家的工作已经没有了 很狠 分得狠得跟我说话 但是我已经害怕 开始害怕了 害怕什么 我害怕他们这些人会对我怎么样 因为我手机也不在身边 从这以后 七娟娟几乎没有人身自由 而且每天被逼着 听人讲所谓的连锁加盟事业 每天到晚 上午两个人 一个人讲20分钟 一个人讲40分钟 他们空讲一些道理 下面这个 下面那个喝彩 怎么样 没有人身自由 干什么都是 都是有人看着 不让出去 不让打电话 不让人去接触 没有人身自由 传销组织的人告诉七娟娟 他们从事的是连锁加盟事业 每个人只需要两年半的时间 就可以赚到650万 而加入他们的事业 首先要交3800元的加盟费 他们对我说话 就很狠狠 我受不了 然后我就反抗的话 那么肯定像电视商家会打我 在他们的威逼之下 七娟娟只好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说这边工作需要 要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都是他们给我的意思说的 但是我说一句 我说完一句 我就把电话捂着 我就不敢置身了 我就想哭 我就说不了了 然后爸说 嫌他都要给你打吧 第二天 父亲就给七娟娟 汇来了6000块钱 以为交钱可以冷却 七娟娟没有想到 交了3800元以后 他还要被逼着 回忆以前所有认识人的姓名 电话发的下线 把我的初中 从大学一直到晚 回来去的小学都写出来了 一个人名就是45万 那两个人 人名是多少万 多少万就达了 达了什么650万 之后的20多天时间里 尽管一个下线 都没有发展起来 但为了安全起见 七娟娟还是尽量配合 传销组织的安排 他并不知道 他的父亲在10月8号 就已经来到了茂名 直到11月1号下午 一个传销头目 找到七娟娟 让他赶紧离开茂名 我给你赶紧收拾东西 他说 也没说去哪 就是先下楼 下楼之后 找一个银娘的地方 跟我说 先去广州吧 然后他短身过去 跟一个哥们头打电话 把他憋着 把他十分之后 给我拿过来 拿过来 然后给他 给他 然后当时 但是我心里还没想 过一会 他又打电话去了 说 你跟你同学一起走 我说行 一起走吧 只好一个伴 然后他们就 遭了一个摩的地势 送到那个高速公路上面 那个家 我上去了 但是那个车 车就写着 深圳到茂名那个车 我就上去了 11月2号一早 七娟娟就赶紧 给父亲打了电话 接到电话后 七贤伦迅速和其他几位家长 以及茂名的工商公安的工作人员 一起赶往深圳 找到了七娟娟小林 以及七娟娟的同学 董雪翔 那么传销组织 为什么要让这三个女儿去深圳 而且这么轻易地放走她们呢 你当时你想过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送到深圳呢 你当时想过 当时我想 我肯定是我老爸 肯定真正在茂名的 肯定把茂名要放在地上 把我翻出来 所以他们要解救我 要送我走 让我不打扰他们 他们再去工作了 在七仙伦看来 自从大批家长聚集到茂名 找孩子后 茂名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 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击 非法传销的专项行动 几天时间里 连续摧毁了几十个传销窝点 而包括她女儿在内的这三个女孩家长 二十多天来 也一直在寻找孩子 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 这给了传销组织巨大压力 他们朋友这个茂名是这次打击传销的这种绅士 他们害怕把他们的这个组织破坏 造成更大的重传 所以就把他们转移过去 西贤轮在深圳找到女儿后 他们决定开始再次回到茂名 为当地执法部门提供他们知道的线索 希望能够多端掉几个传销窝点 我们首先跟随茂名打承办的工作人员 来到七娟娟之前所居住的那个窝点 但是这里已经大门紧锁了 这位居民告诉记者 前天晚上在这里住的人就已经搬走了 继绢绢又带我们来到另外一个窝点 这里同样也已经人取隆通 一些来不及搬走的生活用品也还留在这里 看来呢 传销组织已经是闻风转移了 值得庆幸的是和七娟们一起找孩子呢 十几位的家长们呢 大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但是两个来自江西的孩子仍然没有找到 而与此同时 就在这几天还陆续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家长 赶到茂名来寻找他们的孩子 看到这儿呢 除了对这个传销组织的气氛和不齿 我想大家心里还会有这么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这些传销组织会盘踞在茂名这个地方 难道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吸引传销组织的地方吗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了湖北千江的七娟轮进行波折 终于在深圳找回了失踪一个多月的女儿七娟娟 从七娟轮那里呢 我们才得知传销组织是怎么把他们这些无辜的孩子 大老远骗到茂名 又是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并且逼迫他们把更多的同学还有朋友骗过来 那么了解了这些传销的内幕 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 为什么传销又被我们叫做是经济邪教 现在传销真的是变得越来越邪门了 不过呢 在事发地广东茂名 我们也发现工商和公安部门虽然多次对非法传销展开过打击 但是呢 一直有地下传销组织在活动 而且还把这个触角从这儿伸向了全国各地 传销组织为什么会如此青睐茂名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在采访中 茂名当地的一些居民向我们反映 非法传销在当地已经有上十年的历史 对这些人他们非常反感 茂名传销的时候 全销也是多年的 对老百姓影响大了 欧洲意见呢 记者在茂名采访期间 不论是居民区 公园还是大街上 都可以看到传销人员的踪影 甚至在茂名市工商局 打击传销专业队的门口 还经常打发道 这是11月4号 记者在茂名市城南派出所看到的情景 仅仅4号凌晨 在茂名市茂南区政府组织的联合清查行动中 一举端掉了十多个窝点 查处涉嫌非法传销人员179人 你们这样做这种连锁的多少人 应该不低于70万人 记者还了解到 自10月23号以来 仅仅是茂南区相关部门 共查获涉嫌传销人员近500人 他叫郭亦万 茂名市政府新闻发言人 郭亦万告诉记者 在茂名究竟有多少人在从事非法传销 他也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 郭亦万认为 尽管茂名市属于广东省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但传销对于当地发展来说 是由百害而无一亿的 我一千多亿的GDP 你借几块钱算什么 当然我们还不能仅仅从这个方面来说 无论他拉不拉动消费 他都违法了 无论他拉不拉动消费 他都对社会的 整个地方的形象 整个地方的经济继续 整个地方的社会稳定 造成了影响 而这些不 就算你是一个大消费也换不来的 那么非法传销组织 为什么会选择茂名这个城市 作为他们的栖息地呢 而且这么多年来屡禁不绝 他骗人来太难了 太远了 很难到 广州他太显眼了 也不好 所以茂名这种中间地带 找他人来搭火车一搭就到 茂名的火车系通八达 交通还算方便 是一个火车铁路方面的交通虚拟 茂名 所以他可能某种程度下 还真成为一个 从地理位置来说 他成为一个便捷基础 郭一万告诉记者 传销在茂名长时间存在 是不争的事实 传销人员之所以会选择在茂名 不仅和茂名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非法传销本身的反复性 和漂移性特点 也是传销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人生确实存在反复性 并不是说一错而就 打下去了 他永不起头了 为什么这段时间突然又又又 喜慧府阳一样就多起来了 因为广西那边打得很忙 杨江前一段时间也打得很忙 沙花上转到茂名又来了 研究我们这边又打很忙 我估计我这边一打很忙 可能他又有漂移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 11月4号 记者在茂名市碰到了广东省打击传销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朱伯瀚 他专门来到茂名督促打击传销工作 朱伯瀚告诉记者 茂名去年刚从非法传销的二类地区变为三类地区 但今年以来非法传销在茂名又迅速抬头 这和当地政府管理松懈不无关系 本身茂名在防守过程中还是不够严谨 不够严实 这是所以茂名有个反弹现象 在采访中 记者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茂名下辖的电白线 因为前两年打击传销卓有成效 还曾被作为广东全省打击传销的先进典型推广 但遗憾的是 管辖电白线的茂名市政府所在地 非法传销却难以禁绝 正好的经验就地而产 你电管这里很近的地方 所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应该是禁绝的 这奇怪的很不得意的 那你们底下的一个线能做到 你们茂名市区为什么不能做到 我们应该有借鉴 要是打得没效果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能够从整个全茂名 从二类变三类呢 他的经验也就是茂名的经验 郭文贯认认 不管怎样 茂名市政府在打击非法传销问题上 确实存在疏漏 并且表示绝不回避这些问题 对各位嘉奖 我们还是比较去歉意 比较去理解 比较歉意 那么这个事情 发生在茂名 无论发生在哪里 都是遗憾 但是发生在我们茂名 我这位茂名市政府 就说真的很遗憾 但是我们面对这个事 我们不逃避 不回避 看完了今天的节目 我们最担心的还是那些下落不明的孩子 显然呢 仅仅靠着他们自己的家长 去满大街的去找孩子 并不能够伤到传销组织的一根毫毛 打蛇 要打七寸 怎么才能够斩断地下传销的命脉 我们觉得最根本的 还是应该给年轻人创造更多就业 或者是创业的机会 让他们看到啊 通过这个踏踏实实的工作 也能够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 抛弃那些所谓的成功学的蛊惑 和各种一夜暴富的幻想 只有我们这个社会的机体健康 传销这个毒瘤 才有彻底根治的那一天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稍后的今日观察 将会来关注南京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 地产五盘罚款一万 这办法为何会引发争议 房地产五盘吸售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哪些玄机 欢迎您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再见